各位好,Fribe,我贵熊 今天我们来画一张20F 还没画之前,我先把这个环境介绍一下 这个调色盘上面也是12个颜色 我们常常在讲这个颜料不要提太多 所以我们尽量在20F呢,你就控制在两个指甲大 就是你的红指甲的大小的,或者是你的小指甲的两倍 这样的话呢,你的颜料就大概够了 至于白色呢,你就要更多一点,大概适配的量 那我们今天要画的是这样的一个细节 这也是从截图上面来找到的 可以看到SF大概有多大呢? 很多人对这个背景很大的兴趣 这背景就是一般的画布 那它这个是一个吸铁 但因为吸铁的本身呢,它是有一个凹槽 各位可以看到有厚度 所以这个厚度刚好是这个甲板的厚度 当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吸下去的力量 这么大声 所以它就可以固定这个这么大的20号的一个三家板 在这个吸铁墙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板子都很大 我想不会太大 大概的大小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那天我在群组上面稍微介绍 这样的吸铁墙呢,它有多功能的用途 它的背景呢,是明度5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比较出你的画布上的明度如何 这个我好像有介绍过,就是我们的吸铁的这个画框 有压克力跟默压克力 那再来就是脚架 这一台呢,是一个三轴的定位的一个脚架 它会跟着连转动 那上面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固定式的脚架 这个是我常用的这个编辑用的电脑 Apple的 那它的稳定性很好,也不会常去中病毒 所以我通常我的一系列的影片呢,我都用这个来编辑 这个像这样的影片呢,我大概现在是129 不就是关于篮球的部分 那有空的时候呢,这个你就会打打游戏 那这个就是我架在后面去拍这个,这个缩时摄影 或者是我现场说明的,一些热水 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 好,我们来开始吧 我们从右上角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照片 它照片的就是给我们看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 照片上如果我要解读到我的画布上会有什么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它都大部分是绿色的偏绿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如果我把它转到这个我的画布上 它就不是很吸引人 所以我想办法要在这个色彩的部分呢,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那色彩的另外两个呢,就是Edge跟明度 所以在Edge跟明度的上面,我们要去思考 我怎么样去把它解决 所以首先,我们从调色来解决明度上 我们可不可以增加它的对比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暖蓝中暖 所以从暖色的这个,从冷中暖 从冷色的开始呢,它的颜色就很深 所以它的明度也就会下降 再来一点点的Altramarine 那一般呢,我们冷跟暖调在一起 它就会变得比较灰一点 也就是它适合呢,比较凹陷的这个水的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上红色 各位可以看到调色的部分呢,尽量把它错开了 那我们每一次调色都有三个颜色以上可以用 因为中间还有混到颜色 混到颜色就是我们所谓的刺激色 那让你这个颜色都能使用 第二个要调的呢,把笔擦干净 我因为手拿着这个摄影机 我就用这个方式 把我们的冷色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冷的黄 各位可以看到没有擦干净 它其实就有点灰灰的 好,再来一点点的冷的绿 这样的配合起来 它就会中间就有绿色产生 也就是在水的倒影的部分 有些绿色的部分 它就自然产生 好,再来一些暖的 中性的黄 好,你看没有擦 把刀擦完 它自然就会产生这个颜色 好,我来擦这里 好,那现在画刀干净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颜色就会不一样 再来呢,我们把色彩的冷跟暖 它的部分呢,我们把它画出来 把它调出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调出色彩的冷色 白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雾状区 这个白雾状区呢 我们先从最思考最冷的部分 开始做什么 最冷的部分 应该是这个颜色 加上一点点的冷蓝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冷红 好 好 那这两块呢 你就可以增加出来什么 增加出来 对比的很高 也就是说 在明度上面跟色彩上面 我们在调色盘 已经解决了我们的观念上的问题 这个跟我们一般刮 画好形状的填色是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色彩明度H 去堆出形状 替代的线条的形状 这样可以解决 我们用比较少的工具去解决 我们用的是比较复杂的工具 然后能传递比较多的讯息 各位好 刚才第一节里面有稍微介绍过调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把正常 就是我们正式要画上去的这部分 我先花个几秒钟 把我们正常布局在这上面的稀释计 放上去 好 可以看到我用的比较差不多这么大 因为20号 那用的毛越短越好 因为你将来要清也比较方便 好 记得中间呢 你要稍微空出一条来 这个目的呢 就是让你的稀释计能够 停止流动 你看它已经流到这里来了 最后呢 稍微刷过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用缩时摄影来完成后面的动作 那我们用缩时摄影来完成后面的动作 这个阶段的调色盘呢 呃 有点本框 好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画出来的作品呢 大概也 我们想大概是完成三分之二的 它大概是这样子 全部都是用大笔刷的 基本上各位都可以从我们常常讲到的 这种面包切片式的空间 来产生众生以及它的反射光 它的倒影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种大笔二十号以上的创作 通常都不太容易摄影 原因是因为这个画布够大 人都会遮在这个画布的前面 不过各位大概可以从照片 我会放在这个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的照片 跟实际上现在的作画 如果除了左右颠倒以外 它大概是基本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它是在描述同一件东西 也就是说所谓的描述并不是形状 而是某些色块跟色块之间的交界 还有它的空间感 它已经慢慢的形成 好来我们大概其实也花了才十五分钟而已 我们继续来把它完成好了 这个节奏大概二二三四分钟 我们没有再实际上计时 不过像这样的大笔 你就要尽量用到非常极致 让整个画面都能够再画上去以后再停下来 再来你才是精确的定位 你可以用比较小一点的 大概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的比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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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